至于今天的十点不一样精神 带您来关注的是 2024的新国会外界评估可能三党不过半 新的立愿挑战不小 有很多棘手的议题得处理 像是劳保基金岌岌可危 预估2028年可能破产 劳工团体就批评 历经了蓝绿执政 劳保的改革还是在原地踏步 呼吁下届立法院可以仿照韩国瑞典模式 在国会成立特种委员会 专责处理劳保年金改革 别让劳保再恶化下去 民众党喊出三党不过半 外界评估2024立法院 蓝获率可能取得相对多数 但三党不会过半的机会高 而新国会的挑战很大 其中最大难题之一 就是劳保基金岌岌可危 根据之前的精算报告 劳保财务破产年限可能就在2028年 劳保基金潜藏负债已经破11兆元 而劳动部从2020年开始 拨补劳工保险基金 一开始编200亿元 2021年220亿元 2022年300亿元 2023年450亿元 2024年拨补金额高达1200亿元 如果再加上疫后特别预算 2024年底 预计政府总共拨补劳保2570亿元 只是这个现金拨补 让国人暂时麻痹 但劳保改革再拖下去就是无底洞 劳工团体认为 历经蓝绿执政 已经原地踏步10年了 拨补金额再高 也是治标不治本 劳保改革是高度政治性的议题 如同各党的紧箍咒 就怕丢选票 而台湾常年的低薪问题 劳工团体也希望 未来的执政党或国会能 在这次的总统候选人政卷里面 我们看到的大概可能都是一些 比较清廷点水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希望未来不管谁执政 都应该确确实实的去做 就是薪资透明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效法这几年欧盟的一些做法 韩国的一些做法 让薪资更透明 就会让薪资的普遍成长的这个情形 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而这次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名单 妇产科医师不孕症治疗专家 陈金辉位列第五名 还有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陈钊姿推动代理孕母近三十年 下届国会人工生殖法修法也将是重点 以前捐进捐软都可以了 那待遇的部分一直都没有推行 但是先进国家已经都同意了 大概三四十年以上 而且大概目前有超过四十个国家是同意的 所以他们是基于一个人权的概念 很多病友他是没有资源的 他是在日夜哭泣的 不管他是先天性的或后天性的 这个子宫发育不全 那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定义 有孩子是他追求幸福的这个 他的幸福的要素 他自己来定义他的人生 陈钊姿也是子宫发育不全 他说这么多年站出来 未病有发生 是因为不管是代理孕母还是领养 应该要让不孕的家庭有选择权 而躺在立法院二十四年多 都动不了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让富献越富穷献越穷 也非常棘手 为什么没有修有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中央政府 尤其是蔡政府 他希望极权又极权 他不希望把财政分辨的权力 分配的地方 第一个 第二个二十四县市都想抢 这块财政大兵 而且各县市他都会选出立委 在立法院都有代言人 所以立法院要通过这种法律 其实相对非常的困难 美国他们有时候选民会故意让嘲笑也大 总统选民主党 然后国会也选共和党 那或者是中央是民主党 然后州长是选共和党 让他们刻意来制衡 学者认为三党不过半 不必然就是坏消息 增加各党沟通合作和倾听民意的机会 下届新国会困难重重 各党也别忘了选民的期待 TVBS新闻陈寅人张正安 王一杰台北新北报道 实际能够解决民众生活困境的政见 恐怕是最有用的 台湾的劳动市场长期以来 被人诟病就是薪资太低 永远赶不上通膨的速度 那么依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劳工对于目前职场环境 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薪资水准了 而另外还有员工的福利 工时长短退休金制度等等 对于新的总统新的政府 全民都期待能够尽快的改善 劳动市场的环境 受到全球通膨的影响 再加上台湾长期来的低薪问题 让台湾的上班族 生活压力都非常的大 而且夏海星的总统上任之后 对于整体的经济 包含上是低薪 劳工缺工 以及出口贸易等等的问题 哪一项才是民众最关心议题 我觉得是还好 但是就是低薪是真的 台湾的人才一直外流的状况是非常严重 而且再加上你说一些福利制度政策 可能也没有国外的好 当然就是薪水 因为毕竟随便的薪资相比 可能国外的是台湾的好几倍 改善现有的工作环境吧 就是不管是薪资方面或劳资工作方面 可以留住更多年轻人的人才 然后居住环境跟房价 这个问题也都是一直存在 薪水太少 房价太高 难生存 这是大多数上班族的心声 疫情闷很久 好不容易解封 却又遇上全球经济萎靡 通膨笼罩 台湾的出口受到欧美终端消费需求减弱 拉低了整体经济 怎么救经济成为政府一大口验 我们经济有比较好的表现 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出口 这部分就是表现比较好 我们的制造业 它面对全球的市场 所以说它可以发挥规模经济 所以说它只要做得好 有国际竞争力 那它就可以有很高的营收 很高的获利 它就有能力帮员工加薪 那它为了留住好的工程师 留住好的人才 那它就要用比较高的薪水 否则它的人才就会被人家挖走 那同样的它想要去争取 优质的人才 那它也必须要用高薪去争取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劳工对于目前职场环境 最不满意的地方 有高达77.9%是薪资水准 另外员工福利也有占比52.4% 其次还有工时长短 以及退收金制度 请收假制度等等 可见全民薪资动涨 是上班族最在意的地方 薪资的部分应该台湾 这个产业结构 还是要靠产业升级的一个政策 才有办法提高从业人员的一个薪资 因为毕竟这个企业 如果它的这个产业能够顺利升级 它的获利增加 才有办法回馈到这个 它的员工的这个薪资跟福利 不只对职场的薪资福利不满意 其他需要补强的劳动证件 有31%的人在意工作机会的夺寡 另外劳工保险 找到一份工作的速度 工作安全等等 都希望能够改善 另一方面在法规方面 应该更加重视这个劳工的这个职业安全 也就是工作时间应该要这个正常化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请休假 也要正常化的一个状况 青年低薪房价通膨都是问题 不论蓝绿白总统候选人证件 几乎都有端出要调整基本薪资政策 甚至抛出企业加薪减税 但要如何兑现 还有台湾整体经济该怎么救 专家分析除了等待制造业出口的景气复苏 收要任务得扩大内需的消费市场 包括提高观光旅游人次 才能拉高服务业的整体消费里道 其实我们薪资结构的不平衡 最主要是服务业 它的平均薪资太低 把我们整体的薪资水准往下拉 所以我们现在的增结点 是在薪资的 就是在服务业的薪资 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引导 外国人到台湾来光光消费 但是这部分新政府上来之后 要想办法去打破 就是一般外国人对台湾的印象 经济的提升要让人民有感 首要任务就得先解决劳工低薪问题 否则就算再高的经济成长率 恐怕只是冷冰冰数据 TV月新闻林安南 刘绿军台北采访不斗 选担倒数最后两天了 各个阵营候选人 还是狂打土地争议的议题 从政见发表会到辩论会 三方总统候选人 都在相当的篇幅上面 进行这个土地防射的攻防 一方面凸显出社会关心 居住正义的声音 二来也透露 过去各党主打两岸议题 还有两岸立场的设定 选民恐怕已经麻痹 各候选人狂打土地争议牌 不动产与城乡环境学习的学生 怎么看 他们关于土地上面的争议都蛮多 像是克文哲就是停车场 然后赖清德就是所谓的 他的维建 那会有一就是所谓 他当包租工 所以我觉得三个人在 自己的土地跟房子上面 他们都应该 在一开始就去把他都处理周全 确实他们这样子有一些 关于土地上面的争议 就会影响到我的观点 对于投票的观点 它会不会影响到 我对这些候选人的观感 关心居住正义的准社会新鲜人 很在意候选人的房屋政策 尤其自己就读相关科系 蓝绿白各自有土地问题要解决 未来总统处理敏感议题 没有模糊空间 从政见发表到辩论会 赖清德老家维建 柯文哲农地变停车场 偶有以凯旋院租金 土地房屋成为各方攻防焦点 我倒觉得他们打这几个 倒不是说民众关注这个所谓的居住的问题 而是他们对于对手 去找出可以切入的点去做一些批判 过去总统大选 候选人总在两岸立场上做文章 但今年凸显的却是土地丑闻 难道选民吃腻 芒果干了吗 像上次的选举四年前2020的时候 这个反送中的事件几乎就被归为是 这一次选举蔡英文胜选的一个主要理由 那过去周子瑜的事件 我想它可能都是一个偶然的状况 反而这次所有的议题 大部分都是聚焦在国内 那特别到了选举的后期 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居住正义的问题 不朝统独 而是进攻候选人斯德领域 就怕牵动立委选情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当然是他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即将就要进行选举了 所以这个违法里面包括是不是违建 或者是农地没有经过农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这么短的时间 他其实也没办法马上去理清 这个三方其实就可以去避开一些 可能比较容易受到争议的地方 然后并且在整体的论述上面 主要就是说给自己的支持者听 所以在有没有违法这件事情上面 当然就很容易就变成是一种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过去其实他们三位总统候选人 或者是他们所属的政党 不管是在公开的发言 或者是在立法院 他们的党籍立委 事实上都非常重视居住正义 或者是土地正义这件事情 这个议题发生在他们身上 就凸显了一个特质 就是说 第一个他们能不能好好的处理 这件事情 危机处理 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 对选民来说 对媒体来说 他其实都是一个形象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危机处理 这是他个人的危机 但是未来这个当选的人 事实上他就是要处理国家的问题 那当国家发生内部或是外部的危机的时候 那这个候选人呢 他是不是可以在当选以后 也能够处理国家的危机 这次选举过程过度聚焦蓝白河 以至于真正起跑的时间晚 选战进入短兵商街阶段 反映选情相当紧绷 这次的这个竞选的期其实非常的短 然后在很多的政策上面的讨论 其实也不太容易 那也正好在这一段很很短的竞选期里面 正好三位候选人都遇到了土地 或者防射争议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到了这个选战后期 大概有整体的聚焦 就会在这个土地或是防射的问题上面 无法回避的土地争议 对候选人们而言就像一把双面刃 最后看的是谁能把对自己的杀伤力 降到最低 TVB的新闻罗氏彭王豪于新北采访报道 政治总统大选房市的变化也让人关注 乡林集团董事长赖正义就表示 2024年会呈现一种价稳量平的趋势 也表示各项的物料都在涨价 光是水泥钢筋就涨了不少 通膨会成为很重要的关键 专家也分析房价在2024年会有稳定的趋势 三组候选人也纷纷提出他们的房产政策 就看最后滑落谁家房产的趋势 就会更明显 酒精屋内采光明亮 小坪数空间询问度高 这是坐落在内湖闹区的屋形 接委托后代看率很高 展望2024年房价趋势 房仲代看之余也深深有感 2024年跟2023年其实房市走向都差不了多少 第一个就是小债当道 小债当道 在第二个的部分就是新屋呢 就是预售屋的部分 市场还是偏比较冷淡一些 比较冷淡一些 年初即将大选选举千栋房价行情 三位候选人各自对居住房价有着各自证件 在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上路 加上新清安的优惠房贷 逐游房产趋势波动 各界专家分析2024年可能还是维持 量稳价还涨 那因为2024年刚好有总统大选嘛 所以其实总统大选大家民众多数的人 都是会在观望说今年会不会有 哪一个政党会提出比较就是对于 居民有利的政策 那目前看起来大家都还是观望中 所以在第一季到第二季的时间 大部分可能是会在 在选举过后在房市的热络的程度会比较明朗 专家分析若执政党取得大位 房价政策不会有太大改变 房价依循技术面高档向下缓修 房市会出现盘整格局 若国民党取得执政 走青年免自备款购物证件 房价短期被炒作拉高 推案供给量过多与余屋量过剩趁势出脱 预估会先胜后衰等于先变后盘 若民众党执政房产政策走设宅政策属于供需基本面 改革对房市短期波动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也属于盘整的一种局面 先看到了各个候选人 他们在于房市的政策上都不着力于打房 所以无论哪一个候选人当选 未来的这个房市政策导向 预估是偏向比较温和的 另外在这个今年的量体 普遍的预期应该会有于去年 尤其是在这个新清安贷款的一个催动之下 以及未来这个总统应该还会有一些补贴方面的一个措施 所以有机会可以带动起一定的这个量体 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 那么都在讲高房价 事实上高房价绝对不是 某些人愿意把房价提高的 是真的是钞票太多 物价上涨 钞票贬值了 钱薄了 所以大家必须要清楚这个现象 所以三位候选人都在提这个政策 选举结束 我想一切将会归于平淡 恢复到正常 专家分析未来一年半房市必须要休息消化渔屋 但房价不会有崩盘危机 取而代之的是以盘待跌或为跌 放眼2024年低价市场支撑力足够 六都表现来看 大台北抗跌 中南部稍弱 桃源转强 全台房市呈现价盘量温格局 2024年下半年应该会降息 利空进出 灯号下 万望消退 2024年房价下半年 有望优于上半年 我们预估以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2024年也将会是一个 维持价稳量平的一个局势 政府在过去八坡的打房 囤房税或是平均递钱条例 那么总共打了八坡 因为物价的大幅上涨 所以造成大家成本大幅上升 大选之年房价波动 以盘待证 放眼趋势 房进产市场变化晚前 TBA新闻 刘华来日明台北长保导 台湾即将在2025年 进入超高龄社会 而未来的长照问题 也成为了蓝绿白三党角逐的战场 来看看他们的长照政策 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长照保险局 不会因为你雇了外籍看护工 就把你取消服务 推出长照保险 以长期避险的方式 让老年人能获得稳定的照顾 毕竟根据国发会的统计 台湾即将在2025年 进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超过65岁以上人口 将占总人口的20% 长照议题成为蓝绿白三党 发挥的空间 现阶段我们靠补贴的方式 靠烟捐靠遗产税 这些的税收来源是不稳定的 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我们要如何因应快速老化的现状 以及急需要这个经费资金的投注 所以才会说 为什么现在是长照炸弹 因为等于我们每天都在倒数 面对现在就是说经费不足 我们用补贴的方式 但是我们同时间又面对急速老化 所以它会像是走钢索一样 因此我们提出的长照政策 永续长照有国家照 希望可以完善措施健全裁员 我们主张开办长照保险 来建立稳定的财务基础 蓝白一致认为 目前长照经费不稳是大问题 台湾长照经费只占GDP 百分之零点二六 远远落后于国际 像是邻近的日本占百分之二 也在两千年开办长照保险 而南韩则在最近两年 激起直追 目前长照支出占GDP百分之1.1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 关怀总会也发现 高达八成七民众 对未来感到担忧 而有八成支持者 希望开办长照保险 第一个长照保险局 我们会设立 然后用保险的制度 用公民部分负担的制度 让长照更加的健全 第二个就是说 住宿型的长照机构 要增加补贴 第三个就是 相关的这些外劳的补助 我们也要一并的来纳入 我想这才是比较一个健全 甚至是长远的长照的一个计划 台湾不昏不生的人数增加 未来也只有一成的民众 自认被妥长照费用 另外有三成的民众 则期待下一代能负担照顾责任 我们会全面实施住院全责照顾 也就是看护有医院同聘 希望可以减轻家属的负担 那在支持照顾者的部分 扩大长期照顾与高龄养护 特别扣除额 从12万元上升到18万元 年满85岁也是可以适用的 而民进党的做法则是持续增加经费 推动长照3.0补足服务甚至扩大 包含住宿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 从原先的每年最高6万元提升到12万元 未来则要扩大到18万元 并且新增居家或社区的晚间到宅照顾 以及建立24小时的重度失能者支持服务 确实也是家总所看到的台湾问题 像是失能等级在7级以上 或是经由评估家庭无力照顾者 希望政府补助3万元或3万6千元费用 而且不限居家照顾 加码的结果 台湾在长照经费上是否就能解套 又或许长照保险才是台湾长期该走的路 毕竟目前三党都已经遇见台湾的老化状况 未来该如何接触社会 不只是民众关心的重点 也是政府棘手的问题 TVB的新闻何将是单词台报导 很多人都说有老人臭 影响每个人体会的因素 其实包括了性别年纪生活习惯 还有清洁的习惯等等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特殊的体味 这个体味它的成因是因为 人体的性体分泌出来的汉液 这些汉液 皮脂跟角脂 其实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加上它分泌出来 被细菌分解之后 细菌产生这些产物才会有味道 例如说腋下的糊臭 它是由大汗腺去分泌汉液 那那个汉液是比较粘稠 蛋白质量比较丰富的 那它在分泌出来之后 被细菌分解了 才会产生我们闻到的 这种糊臭的味道 不然那个汉液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那像大汉液这个是在青春期之后 才会开始比较旺盛的分泌 我们老人味的主要来源 那除了老化以外 假如平常过度疲劳 也有可能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所以也导致过度疲劳的人身上 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个 像是回锅油的这种味道 所以有时候也说 为什么现代人有发现 老人味逐渐年轻化的现象 也主要跟这个有关系 老人也比较容易皮肤有角质堆积 所以会有角质的味道 因为老人的角质层代谢会变得比较差 必须适当的保湿与清洁 全身的体位其实是来自于汗腺 那一种我们会说 某一些特别部位 例如说有头皮位 有腋下位等等 那几乎全身都有所谓的小汗腺 小汗腺它排汗的同时 是很重要的散热功能 那汗大部分是无味的 多数99%的组成分是水 那还有少量的无基盐 乳酸 氨基酸等等 那乳酸呢 被皮肤表面的细菌所代谢之后 产生的小分子氨基酸 因此会产生气味 国外的研究分析 将受试者穿三个晚上的衣服 那它上面到底残留的气味分子 是什么成分呢 其中有一种不饱和的泉类 叫做二人稀泉 那发现说在年轻 大概40岁以下 都没有这样子的气味分子 那40岁以上呢 大概有七成有这样子的成分 那这个泉类是什么样味道 大概形容起来 就是一个成就性的法油 或者是蜡烛的蜡味 或者是有点像海鲜的鱼味 树脂的味道等等 中医临床观察 认为体臭与湿热这两大因子 脱离不了关系 可以把体质湿热 想成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 而慢性发炎的状态 会让油脂腺的分泌比较旺盛 气味变得比较浓厚 身体的湿热 我们中医也说 跟脾胃其实是有关系的 其实在我们的骨骑 伤寒论他就提到 当感冒的时候 其实你要避免吃一些发炎的食物 例如肉 面 五辛 酒落 或恶臭的等等的发酵食物等等 因为他们都会影响到肠胃的功能 引起刚刚所提到 湿热的这个体质 那现在医学也提到 因为肉类它会代谢成胺 它会让我们的体胃变得更重 我们的皮肤里面的皮脂线 就有可能会卡住 那导致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异味的产生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 本身就是情绪比较容易紧张 比较容易紧绷的人 也会引起我们的神经 在控制我们的汗孔的时候 也会导致他的皮脂线的那个 脂肪的分泌会比较不好 而引起一些异味的产生 医师提醒良好的气味 其实对于身心灵层面 还是有放松的效果 对于人际社交 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可透过良好的饮食 清洁 还有卫生习惯 才能保持良好的体味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